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 感受到骚大叔为您带来的 DOTAR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给大家带来梦荷联赛 第七赛季败者组决赛 BO3第二场Secret对战ODD的比赛 这样比赛 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ODD这场比赛似乎是又有套路呀 这个第二手就拿出了狼人 Secret的这场比赛是拿到了一个夜魔 那么小强和发条 这样这场比赛 双方刀针前为止还都没有拿出来 Secret也是给 这个派比赛也是拿了一个拉比克出来 ODD这边呢 则是拿出了一个黑贤 一个虚空 搬掉了一个黑贤 一个虚空 然后拿出的是神牛家狼人 比克大魔王 不知道这场比赛比克大魔王谁去用 从上一场的比赛尿性来看的话呢 ODD这个状态应该说保持的还是比较稳健 那么Secret这场比赛我现在唯一关心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准备给这个MP去拿谁 说实话这个Secret的一号位的MP 就是他作为一个长年享受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经济环境的这么一个选手来说 经常拿不到一个好的经济 参团的时机掌握的也只能说是一般般 所以我感觉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 话说回来 其实我一直觉得TI的这个比赛啊 我一直觉得TI可以考虑把自己的 就是入选的队伍做的数量再多一些 然后把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赛程 其实可以再相对的拉长一点点 因为就目前来看 世界上的强队的数量真的蛮多的 而且DOTA2的这个受人群 我个人感觉 虽然在中国在中国这个被像王者荣耀啊 像是这个卢瓦卢啊分去的比较多 但是在国外很多赛区来说 DOTA2的这个玩家数量其实还是在增长的 而且这个游戏所体现出来的这个生命力也还是相当不错 进入的队伍其实可以相对的再多一些 就能够进入到这个正式比赛的队伍 然后呢你可以把小组赛的这个赛程拉长一点 然后最后进入到淘汰赛的队伍可以还是那些数量 但是小组赛参加的队伍呢 可以数量再增加一点点 然后采取那种就是分组积分制 这样我觉得就类似像足球世界杯那样 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给更多的这个队伍 能够去参加TI这样比赛的一个机会 可能能够让观众看得更过瘾一些 像现在这种就是以赛区去给队伍名额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整体的这个队伍名额的数量 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的提升一下 因为现在像国外的像ODD 然后包括还有像NP 甚至包括已经被解散掉的这个Faceless 然后光国还有包括像中国 中国现在能够进入到一线水准的队伍的数量 就已经非常多了 欧洲的这个地方也很多 南美赛区现在也逐渐的开始显现的比较强势 所以这些赛区我觉得都可以再增加一下这个 进入到正赛的一个数量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个人的 个人的想法 这个距离实际情况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不多扯别的了 我们来接着看这场比赛 24只官方要出多少钱 其实这个官方所多出的钱 不会多出太多 你要考虑到就是 如果有这么多支队伍可以去参加比赛的话 这个东西的影响力就会增加多少 对吧 你想想哈皮就得赞助多少支队伍 钱总是有出处的 对吧 有出处他就好输 而且这些钱说白了 你官方给的这些钱 最终也不是真正的 威慑自己去掏腰包 他总会去找到赞助商的 出钱的也都是赞助商 而且来的队伍越多 那么你圈的粉丝群就越多 很多人会因为一支队伍就去关注 就会因为一个选手就去关注一支队伍 对吧 比方说Miracle 他要是自己去成立一支队伍的话 那肯定会去有人去关注他 这个就像Wins那五个人在分开以后 三支队伍大家也都有人关注 是一个道理 来看这场比赛双方的阵容吧 这个ODD是冰火女 这个冰火两重天也是非常的6 再加上一个神牛和一个狼人 两个伪人类系的英雄 Secret的这场比赛拿的是夜魔加光法 这个黑白霜煞加上拉比克和巨魔战将 Secret的这个阵容体系夜魔加光法的这个组合 我在最近的路人局 因为我最近路人局经常去练光法这个英雄也是遇到过一次 队友拿了一个夜魔 效果其实还可以 但是这个组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看他前四手英雄 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前期输出不够 夜魔是一个前期有一定作战能力的人 但是他在团战的时候就是前期三个人以上 双方各自派出三个人以上的团战的时候 夜魔这个英雄比较乏力 光法的输出呢要求环境比较苛刻 巨魔这个点也是一个单点爆发 拉比克前期输出也是比较低 自身身板又不是太好 所以Secret的这场比赛在面对对方 前期神牛冰火女加狼人 也就是说在六级开始 大哥到达六级开始 一直到达这个Secret的光法和夜魔两个人 拿到A仗之前 这段时间应该都是Secret的一个劣势期 他这个劣势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光法拿到A仗的时间 一般会在24到28分钟左右 如果是裸A的话 一般是24分钟左右 能够出来24分钟之前 不是裸A先出一个像微光 或推推之类的装备 一般会延长到28到30分钟之间 夜魔现在由于A仗的优先级 相对来说比较低 但是这场比赛如果他不做A仗的话 光法做A仗的价值也不大 因为这两个人放在一起 就必须多吹 如果你拿一个夜魔拿一个光法 你不吹一张 夜魔没事的开个大 这个光法是要骂街的 那么Odd最后一手 是拿出了一个小小 Secret则是拿出了一个维萨级 这样比赛 Secret的这个阵容也是有点意思 MP就打一个维萨级 Odd这场比赛则是拿出了一个酱油味的小小 Misery的一个小小 W33的Lina 小小这个英雄 如果用来打酱油味的话 他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这两天的比赛看下来 虽然我没有给大家上传太多场 但是Odd的这个Misery 这两天他所展现出来的对于资源的一个占用的比 是比以前要高一些的 他以前是打5号位 他现在感觉他好像跟这个Sakata互换了一下 他现在是打一个尾4 然后实际资源经常能够达到跟神牛差不多 就跟他Moon的这个经济差不太多 当然Moon这个经济特别顺的时候除外 好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来看一下这张比赛双方的实战发挥的一个情况 拉比克一看上来呢 是TP掉的下落 对方呢则是开悟到中 开悟到中 然后先上高地再去插眼 把对方把这个眼也是插在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眼 其实这个位置非常好找 就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拐角 对吧 这个石头有一个拐角 在这个拐角的一个缝隙处 你沿着这个缝隙往上 然后再往左上角一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好处是一般对方把这个真眼插在类似像这样的位置 或者说类似这样的位置 是反不到这个眼的 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这个眼也有一点点的缺陷 这个眼的这个缺陷就是 他对于这个位置的保护是没有的 这个区域的保护没有 然后呢 对于几方的这个保护区域不能覆盖到 不能覆盖的足够多 他的比较好的一个点是可以覆盖到这个入口 有一些中路眼 你比如说如果中眼插在这种位置 或者类似像这样的位置 或者说这样的位置的话 当然这个位置不太可能 这个位置不太可能 一般就是放在这种位置 或者放在这种位置的话 他是覆盖不到这个入口的 所以放在这个位置的好处是 可以保护对方从上路过来 然后刺激从这个地方绕过来 然后绕到这个树后面 就干壳自己中路的人 干壳自己中单的选手 这个是这个眼最大的一个价值 一般我个人也是比较习惯 于把这个眼插在这 这个对于中路的一个保护 尤其是这种位置过来的一个 游走的保护是非常好的 当然了如果对方选择从这个地方 这么绕过来 然后走到这 再从这再绕下来的话 那就铃铛别论了 那就铃铛别论了 所以说干壳中路最好的方法 还是开悟 还是开悟最好的 小小一级直接是绕过来了 这里MP给MP扔过来以后 丽娜由一级升的是一个D 所以其实这两个人 对于MP的消耗 并不会有特别多的一个影响 MISER这里主要还是 靠自己的平A去打上海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组合二级的时候 就铃铛别论了 二级丽娜如果选择机智一点 升一个光机阵出来的话 配合自己队友的 这个小小的VT二连 是很容易对对方的 维萨基形成一个击杀 维萨基这也由一级 直接升一个零位斗篷 所以对方在对于自己的 这个击杀方面也是比较难 耗鞋也比较困难 但是他补给方面 真的好像不太够用 MP这样比赛去打一个维萨基的中单 面对活女的话 不是特别好打 这里举一下耳扔回来 MP这里二级 选择升的是黄泉颤抖 没有这个升灵魂超度 那基本上打不死人 Rasolution在下路拿的是 一个狼人群鬼盾 加上两组吃树的一个出门 那对方的夜魔现在是 补刀斧加圆盾 KZOO的一个三号位夜魔 小小这样比赛这么逛街的话 收益不会太高 相比酱油小小和酱油丽娜这两个点来说的话 其实酱油的这个小小感觉更好使一些 Misery这里现在是有一个VT2连的 VT2连扔回来 神牛给一个板 但是对方也提前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旋转飞斧 这里吃树想走 这两个人这个卡位卡的还真的是熊啊 你别说 下路 拉比克吃到了一个隐身身符 逛到下路想去配合自己队友去搞一搞事情 但是对方这个站位一直比较靠后 自己也只能是在这混一混对方打野的经验 光法这也是拉了一波野 光法这个英雄 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 就是光法这个英雄想要去打野的一个小一些小技巧 以这个天徽方为例 以天徽方为例 希望现在双方都不要去打架 不要去打架 这里刚说完 这下路感觉死了 这个应该是死了 你转头 K做是直接一个V 射掉冰女的一个人头 前期其实夜魔这个英雄在二级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战斗能力了 甚至他一级其实都挺厉害的 他这个虚空这个技能 拥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单体伤害 事实上 而且他拥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打断施法 再加上拥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减速 当然晚上减速时间秒长 白天比较短 但是这个英雄前期体格很好 他的初始的移速 初始的这个攻速 初始移速一般 初始的这个攻击力 初始的护甲 初始的血量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性 就是他初始的这个回血非常高 所以这个英雄前期你用来 他去混线也好 游走也好 他的这个成本比较低 经常去逛一逛街 自己的血就回的差不多了 Misery这里想去偷一下对方的鸡 看这个架势 当然MP选择是自己回去 首先是自己回去接 另外一个就是已经变了鸟 有个人说我这段时间的声音好小 不小吧 应该我这看着还行 他现在确实时间不早了 大家如果有这个困了需要去休息的 咱们也可以赶紧去休息 维下级在中路打活女的话 这个所谓的拿地很难耗血 要看怎么说 因为灵位斗旁 这个东西在低层的时候 其实他对于抵抗这个地的耗血 这个V 叫这个V有点瞎 有观众说这个局势怎么怪怪的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场比赛 双方这个阵容都是拿的比较 比较可 中单的一个 维萨吉 对面是一个4号位的小小 这里天会就在一个扫描 扫到了这个夜魔 所以Lina这也是没有往前走 直接往回撤 大叔在北京有线下活动吗 线下活动现在还组织不了 精力 财力 还有包括这个 现在我视频的受众还没有那么广 再加上我本身对于 光发这两个波呀 再加上我本身对于组织活动这件事情 不是特别的在行 看看上路 上路这个小小这里 想要配合木温去搞一些事情 但是对方这个巨魔有点凶 看看又支援过来的是一个冰女 这三个人应该差不多是可以杀掉对方了 因为下路对方人已经都漏了 Lina选择是Lina小小都来到了下路 选择反杀对方的夜魔 这个夜魔如果能杀的话就撞了 这里扔过来一个神牛 扔过来一个狼人 这里狼人一爪子直接拍死了夜魔 狼人这个东西在晚上都是攻击力确实是高 那么上路对于对方巨魔的一拨动手就放弃了 还是选择去下路杀对方的一个夜魔 顺便去救一下自己的大哥位 相比之下 ODD的这一拨击杀 跟他们如果放弃狼人 选择在上路去击杀对方的巨魔的收益来对比的话 如果两边都成功了的话 跟现在ODD的这种选择应该是差不了太多 因为首先他们杀掉了只是一个夜魔 第二他们付出的这个TP有点多 Lumiser一个V 但是没有V到对方输出最高的PiP的这个光法 让光法的这个二级大波是把自己的伤害打满了 Restolution这个地方吼一嗓子 转头挠了一下对方夜魔 夜魔这里也是感觉有点虚 虽然说是晚上 但是晚上的夜魔跟晚上的狼人在等级相同的情况下 这夜魔还真占不着什么太大便宜 尤其是这种二三技能对点的这种狼人 在晚上确实还是挺凶的 葫芦见面会还行 感谢咱们直播观众的支持啊 出差回来其实好累 看到直播支持一发 谢谢谢谢 来看一下现在七分半双方的一个补刀情况 目前巨魔的补刀是全场第一 没对待的巨魔在上路发育的也是相当的顺 但是中路W33的这个利娜等于他的补刀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 VT二连打个上来伤害不够 酱油味的小小最大的问题就是等级太低 这两个庸兽要悠着点 这两个庸兽现在具有直接把这个兵女给弄死的能力 给上一个减缩 但是两个庸兽复活的时间有点略长 一发灵魂超过打出来 给对方的小小给上一个V 狼人变狼 冲上来开始挠 这个地方你就凸显出来MP这个选手 他的一个操作 操作真的是不溜 他真的是不溜 他刚才这两个庸兽实际上在飞过来的时候 这两个庸兽身上所加的这个攻击力是满层的 而对方的兵女当时的移动速度 跟这两个庸兽相比是完全比不了的 庸兽的移动速度有430 兵女的移动速度只有340 差了90点的移速 在这种情况下 你拿着这个庸兽直接上去A对方的这个兵女 然后A几下以后再做 庸兽由于他的攻击间隔太短 他几乎是没有攻击抬手的这么一个单位 当时是冲上了A几下 然后再去追上去做的话 对方兵女是不可能逃得掉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 MP这个选手 他对于这些英雄的一个使用 还是练的并不够多应该说 兵女这个英雄 大家可以看一点护甲 就算刚才塔下有这个防御塔的光环 两点护甲 你雍兽有670的攻击力 你A到他身上就两次合击 攻击力虽然会降低一些 但是也降低不了那么多 两轮合击 一个拥兽 大概第一下有 有将近70的攻击力 然后第二下有差不多60的攻击力 然后你这个拿这个数再乘以2 然后你再做两下 你上来以后一个轮空超多 差不多就带走了 那看一下经济情况 现在将近10分钟 经济目前巨魔跟丽娜两个人是 这个VA给的位置相当准 而且丽娜过来的位置也是很完美 W3在这里拿到了对方一个拉比克的人头 白拿掉的一个人头 但是对方巨魔是来到下路 拆掉了一个防御塔 配分夜魔 那这里做两下 然后快点上来给输出 过来一个灵魂超多 最后是被夜魔一个V带走 下路巨魔跟狼人两个人又是开始堆现 但是现在巨魔的等级优势比较大 你巨魔一直在上路是一个人在混这个线 所以10分半钟他有等9级的这个等级 从经济方面来看 现在Secret还是占了一些优势 他们的大哥位 包括三号位还有中单位的经济 都还保持的不错 OTD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主要经济欠缺是欠在这个一号位大哥身上了 现在中央整体的经济差是2000出头 那么狼人落后对方一号位的这个经济是高达1300到1400 所以主要差距是在这三号位的经济上面差距几百块钱 不是很大 而且这场比赛这个神牛选择的是绿鞋 绿鞋然后大魔伴加上买了一个宁红 再挂在身上 选择直接去憋跳 大叔我现在4500我要掉或者涨多少分才能狙击我 你不用想了 你要现在要来狙击我的话你要进入3000 你得掉到差不多378左右的分才能狙击到我 不建议你现在来狙击我 因为我自己确实太长时间不玩了 现在掉分掉的根本停下来 然后我真的很难去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打单牌 本来这两天打单牌连着打了几天 把自己的一个状态感觉稍微打回来一些了 结果马上就开始这个默奔联赛 默奔联赛打完了以后 这两天有又开始要有这个又要准备TI 所以这个单牌的状态一直上不来 这个东西其实就像我一直在视频当中说这个职业选手去保持自己的状态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不停地打 训练量是最关键的 还有新游戏 你说吃鸡吗 看看MP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好像对方能看到吧 没有往过逛 其实这个位置 其实在地图这个位置藏着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那个地方的这个视野并不是特别的优秀 这个中午一波绕后 那么叶光法被干死以后 W33是死了 而且Secret的这波绕后非常的成功 还顺便击杀掉了对方的冰火女 这边的这个分数 单牌的这个分数 怎么说呢 摸在这边 我这个摸在这个位置已经是用跳脑躲开了对方 很关键的一个第一波的这个集火 但是跳过来以后 转身发现了一个夜魔 夜魔这飞起来再追那摸死了 这波实在是跑不了了 夜魔这个晚上能飞这个事太噁心了 飞起来我身上带一个骨灰 这个骨灰对于夜魔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追杀装 看看光法的装备选择是绿鞋 然后做推推 还是比较标准的一个这种 就是先保命装 然后再去做这个 A杖的这种套路 打单牌这个事儿 你像我现在以前我爱打这个一号位 但是现在呢 没法就是静下心来去打游戏 说白了就是 就是你在玩的时候 可能玩着玩着 你儿子就跑过来跟你说话 然后呢 让你给他开个什么东西啊 拿个什么东西啊 换个电视台 换个电视啊 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只能打辅助 但是打辅助这个东西 辅助上分一半靠实力一半靠脸 真的一半靠脸 其实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就是为什么大家看那些高分的选手 一般都是打这种主力位置的 哎 莉娜加上这个 哦 光发的这个波 这个智芒太漂亮了 看看能不能先把拉比克干死 这儿再追这个夜魔晚上有点不太好追 小小的这个扔已经好了 再往里追 但是对方跑的有点略快啊 能不能来得及 对方飞起来 这里两个雍兽过来 再开一波 开一波视野 在Misera这里扔了一个意识 哦 这个TD二连是清了两波 用兽很赚二百块 所以我估计啊 我估计如果我想这个充单排分数的话 可能要等到九月份以后吧 可能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每天直播上一项分 因为那会儿儿子上这个幼儿园了 我可能时间稍微充一点 下路这里聚魔 聚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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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魔 看一下聚魔这个位置 W33这里还在追 下一个T的CD马上好 但是这个聚魔跑的有点略快 三号没好好玩过狼人 狂战加BKB加分身斧的狼人厉害不 兄弟你当真说的不是 你这个狂战加分身斧的组合 好像全DOTA里边能够这么出装备的 也就是肩胜一个人吧 其他人好像都不这么出装 狂战加BKB加分身斧 PA也有可能这么出 但是除了这个PA跟肩胜以外 好像没人这么出装 敌法师现在出BKB的看局势 敌法师现在的这个装备 一般来说优先级主要是放在那个什么上的 放在这个A帐或林肯上 这两个装备的优先级 在大部分情况下 比这个A帐 比BKB要高 敌法师现在出这个BKB 一般只有在局势 给大家我刚才一直说给大家科普一个就是光法刷前的小技巧 因为最近这个光法我用了很多 胜率还不错 像光法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刷野 这个地方就刷这波野的时候 其实PAPB将这个就明显研究的不够多 刚才PAPB将最好的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在这个快要刷野的时候 他拉这个野拉的没问题 但是他其实应该是 看一下先看一下神牛过来一个板 再给上一个大单杀了漂亮 先看这波这波绕后 这波绕后看完了以后再给大家说 这里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里中路 这波也最好的拉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光法站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你在只要有这波野的这个视野的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55秒的时候差不多 55秒左右的时候 你拉一个这个野 然后马上往这边秒推一个波 这样的话这两波也就都可以拉出双野 拉出双野以后你可以站在这个位置 站在这个位置 这个野怪是不会打你的 然后朝这个方向推波 这样的话你这个波可以拨到这两波野怪 也就是说如果你拉的顺的话 可以同时拉出四波野来 同理还有一个地方是这两波野 就是你拿光法站在这个位置 拿光法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55秒的时候 朝这个地方点一下 然后马上转头朝这秒推一个波 这两波野怪会直接都拉出双野来 都拉出双野来以后 然后你在推波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方 然后朝着这去推波 你可以一个大波推住两波 也如果你都拉出来的话 就是四波野先开上下路 Mid1这里狼人变狼上来一巴掌直接拍死 Mid1这波被急杀掉的时候有点伤的 看看小小在什么位置 这个大光法的大波还是伤害给的比较足 Mid1这里跳上来以后给一个T 再加上狼人的输出 再给一个V 漂亮MP这波也被带走了 这样的等于是一个冰女换掉了对方的两个大哥 那么这波打完以后呢 这波打完了以后 基本上下路的一塔要掉了 那么在这个下路一塔掉了以后呢 我们才顺便再给大家再介绍一点点 这个刷野的小技巧 比如这波野 这波野你看似这两个野 给你没法一起去刷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 就是你看这两波野怪里边哪波是纯进战 比如像下路这不走是 哎你不走是什么意思呀 自杀了自杀就自杀完了不管他了 比如像这个位置是石头人是这个就是纯进战 那么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把你的光法走到这个地方来 A一下石头人 让石头人站在这来打你 然后这个时候你绕到后面来你站在这儿 然后往这个方向推波 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实现就是一波直接打两波野 但是这个最好是在你等级稍微高一些 因为你要扛这个怪的伤害 另外就是光法的大波对于石头人的怪 虽然它有一个减伤 但是满级的大波攒满了以后 可以直接秒小石头人 在大石头人被击杀掉出那两个小石头人的时候 如果你是拿波推死的这个大石头人的话 小石头人是会一块直接被射秒的 这没错这波肯定是死了 身上套着一个骨灰跳不出来 看看不看他了 看看不看他了 我们看后排狼人队变狼上来以后 追对方的光法 光法这里一个退 我啦卡去 这一巴掌直接给打成空血了呀 那么这波是小小被对方给追死了 但是自己的队友成功的击杀掉了对方的一个双将有我 大叔先推波54秒推出去 然后A不是更好 也可以 你那么打当然也可以 但是那个对于你的时间把握上要非常的准才行 看下W33这里被做一下 这里神就给一个板 再做第二下吗 没做出来 没有及时做出来 这里对方的这个莉娜是隐身啊 再给一个铁踢中对方的雍兽 然后直接往后撤 K素的夜魔这波也崩了 就是我说的这种拉野方式是相对来说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大家如果说你对时间掌握的非常准的话 当然也没问题 天辉方的能够这种一波就是推两个野怪的这个地方 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没有夜眼方那么多 一般我推的方式都是在 我想想是哪个位置来着 我一般会选择就是把这个怪 一般我是开大打 就是开大把你的光法站在这个位置 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站在这往这个方向推一个波 然后等到你这个推波的那个幻象 因为是幻象推波 幻象推快差不多的时候 点一下这个怪把这个怪拉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给大波推两波 但是其他的位置能够就是所有这个 天辉方想要拿大波一波推两波野怪的 一般都需要一些小操作 就是你需要去调整一下怪物的站位 然后才能这样去做 但是夜眼方会轻松很多 看看狼然冲上来以后 一套技能打到这个冰 还是死了 队友想救没有救下来 冰女 看看冰女这个位置给一套技能 再留住MP一个V直接收掉 死灵龙死了以后 弥珠也跳上来给一个扔 这里拉比克也是被神牛过来直接收走 然后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又是一波成功的零换三 经济方面ODD实现了一个反超 反超了2000加的一个经济 经济方面则是已经反超了 我估计结算完了应该是8000加了 看看夜魔这里被吹起来以后 给一套 没最后再给上一个VT二连 但是这个好像伤害没连上 没有连上 这好像有点不太好追了 再跳过来给一个 这个板还是没有中 K组这里是非常灵动的飞起来以后 往反方向飞了一下 大叔的小技巧突出一个流 其实我给你们的小技巧 都是在不影响大哥发育的情况下 自己怎么把这个经济最大化 因为我最近用光法 如果有看我直播的话 我可能知道我光法用的非常多 就是光法在杀钱方面 我现在已经是有些心得了 将这样比赛24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法 现在只有一个绿鞋 加上一个推推 手里的存款只有1800块钱 就这个光法 它的打钱就是属于比较不合格的 当然了比赛当中 酱油需要去做的事情更多 更复杂一些 所以我们不能去完全利用这个路人局的标准去要求 我们要要求更高 所以它这个打钱就是相当的不合格 这里Mid One在打这波远古的时候 也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拉远古 不过好在这波远古 因为它这个就是寻怪的距离 它跟随你的一个距离比较远 所以这里Mid One也是利用自己的远程攻击 吸引一下这波野怪 成功的去把这个双野拉出来 雷T二连一个板 光法这波直接被带倒了 然后光法还有一个 就是刷钱的技巧是 你自己身上带假眼 然后插线眼 开大招在线上推波自己藏树林 比如像这场比赛 如果光法自己带几个眼的话 像这种情况下 上路这个线 你在这种位置插个眼 带到这种位置 在这这种位置插个眼 然后你自己推波的时候 藏在树林里面去推 然后看到对方的人 就直接选择提币走人 这样的话 对于你的发育也是非常的快 而且这样的光法 可以去带一些很危险的线 你比如说你的兵线 推到这个位置了 这个时候你几方是没有人敢带的 但是光法可以带 你就是把这种位置插一个眼 然后你自己藏在树林里面 往这个地方推波就可以了 当然了这些操作技巧 一方面是我自己研究的 还有很多 实际上我是看了很多场 这个GH的光法 研究了一下他的这个光法 我个人感觉 他的光法应该现在是世界第一 很多的这个站位 刷钱的一些小技巧 还有对于这个野怪资源 那些使用 我都是在他的这个视频里面 包括单排的视频 包括这个比赛的视频里面 去学习的 相当有效 真的相当有效 如果大家把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在自己实际测试的时候 去尝试一下 你会发现你打前的速度 真的非常非常可怕 另外就是光法这个英雄 其实是可以游走的 而且是声波的那种游走 三豪 这你实在撑不住 好的好好休息吧 好好休息吧 好好休息吧 非常感谢 而且光法是可以由衷的 我跟大家讲 你可以由衷 由衷的光法可厉害了 因为前期的酱油 没有任何一个酱油 可以像光法那样 藏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瞬间给对方的这个 中单造成两三百的伤害 而且这个两三百的伤害 还是有一个后续伤害的 有可能 你只要藏好了 藏在树林里面 就是钻小树林这件事情 只要练的好 这个光法这英雄 你就玩的好 这夜魔是率先掏出了一个A帐 点进A帐 Resolution这波有点强 感觉这波要出事 这个看一下夜魔 夜魔这被留住了 这个A帐的夜魔 这波很关键 能不能逃掉 巨魔开启BKB 上来 这波ODD要黑 ODD这个站位要黑 丽娜这给到输出 但是对方是一个BKB的 巨魔 狼人起身 变狼 往上冲 先把自己的狼赶紧跑光 不要犹豫 跑光以后 马上就可以开始追人了 再往上追 看一下这个小小 被对方举一手 但是狼人现在有点挡不住 维萨吉这波被干死 光法一个大波上来 但是效果也只能说 是非常的一般 小小这里在跳岛 想追一下夜魔 没有追上 那么这波ODD 还是依靠着自己 前期积累出来的优势 还有就是狼人的这个盾 把这波团战给hold住了 但这波团战hold住 真的是优势太大了 前期 而且对方的中单是一个维萨吉 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团战的时候 就以MP的水平来说 他的维萨吉真的 carry不住这种 ODD刚才那个地方 我把狼人的那个什么给忘了 我把狼人的那个盾给忘了 但是刚才说实话 ODD这种冲这个树林里面 在这种位置 给对方强行开团的这种做法 实际上挺冒险的 光发这场比赛在29分钟的时候 现在身上的存款是1200 然后做出来了一个微光披风 距离自己的A仗还差不到3000 将近3000块钱 3000块钱 如果这个光发打的毒瘤一点的话 五六分钟差不多就刷出来了 稍微毒瘤一点打的 而且现在我估计secret应该要需要去 有意的把这个经济让一让这个光发 因为拿到A仗的光发 加上拿到A仗的夜魔 可以确保全城 他们都拥有非常强势的一个视野压制 说能不能买ODD一下 我下了秘密第二场 我不是跟你们说让你们下ODD了吗 为什么还在下秘密啊 看看狼人这波 三个往下坐 第一下坐下来 第二下狼人直接被秒 好Mizere这里差一点 看看一个微光披风加出来 对方撒一个粉 Mizere这波死了 回头一个V再等自己的跳 但是跳不出来 Lina再给上一个 哦 神牛跳大反打 Lina这里过来再给输出 萨卡塔的兵女 摇了一个大招 被对方秒断 看一下神牛再去追K做的一个夜魔 这里再给上一个D 这里拉比克是藏在树林里边 这样的话只死了一个V萨吉 剩余的余的人回头吃一波圣坛还可以 这神牛都不死啊 W3Lina现在是一个BKB加引刀加水晶石 下较装备准备做大推推看看冰女 虚王之诺名不虚传 虚王之诺你们说也就说了 对吧 我这个 我这个一点 我这也就接受了 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 我的这个死亡凝视 别再一直持续下去就可以了 我这死亡凝视 但是我自己不太受不了 看看 小小这个VT2连打出伤害 LinaTD 但是G没给 因为知道G里也打不死 对方身后是有圣坛的 这里拉比克跳过来 举起来 Lina扔了一下 但是队友来的有点慢 狼人现在的经济是排在全场低 这种狼人已经很久没见了 狼人这个英雄要想刷钱特别快的话 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 虽然他现在攻很高 但这个英雄毕竟有一个很大的硬伤 就是他清兵真的只能一个一个 他不是一个清兵线特别快的英雄 虽然他攻真的很高 这个Lina看到了对方的光法 这个光法这里一个T 清掉树林 这个光法再往里走 给一个D 还比还是藏在这个树林里面 这里 Lina这个地方 TP走了 我去 这个不得不说 W33的这个TP真的太牛了 这个TP真的意识太好了 他是在自己追杀对方 追杀到一半的时候 想起来对方这个时候光法是有一个拉人的 开大以后有一个拉人的能力 在对方把这个剧魔拉回来之前 直接是一张TP走了 哎呀Lina这里要被秒了 一个大波上来 开启BKB加引刀 你折都不死吗 不是个折吧 没有反饮 没有反饮 Secret这样被他打了半天没有反饮 这里剧魔出来怼一波冰女 冰女这里给上一个E以后 然后给一个冰 给一个冰以后 然后直接一个推推跨地形 对方的剧魔虽然说是想切远程 再继续追杀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这里光法一个E 给了Miser身长 Miser这个也是开启引刀 这个秘密这帮人 真的是没有反饮吗 这里有宝石啊 这个夜魔 夜魔这宝石刚才是没带 还是距离不够啊 比赛来到34分钟 将近35分钟的时间 18比10的一个人头 双方的人头一直都不是很多 接触不少 人头不多 狼人现在是毕章 封脸BKB加上一个MKB 看看神牛这里跳过来 一个板没有中 这个神牛他刚才如果选择的是 破雾一瞬间跳刀给封杖的话 这个可能就留住了 大陆三在这里开启BKB 无限晕了吗 无限晕了 漂亮 这个Mid1这波运气真的好啊 直接打出来一个无限晕 但是自己的BKB也结束了 看看狼人的BKB开出来 选择去追谁 神牛跳大三连 直接怼巨魔 巨魔这波直接被咬死 对方身上MKB 自己的飞斧没有用 狼人的变狼结束 对方三个雍兽 这三个雍兽被冰女的一个大招 几乎全清 只剩一个活着的 那么这波打完了以后 是丽娜的一波一换三 狼人这一波团战是挠出来了将近5000的输出 而且这个5000的输出转化率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中路的高地应该是可以直接推下来 应该是可以推下来 看一看 狼人在晚上好一嗓子 攻击力加的也是非常高 开启B张 自己也是很强势啊 这波 这场比赛 你别说 ODD的这个男人真的挺坏的 他们看到对方拿这个夜魔以后 就是掏 好像是 他们一手拿的是牛 然后对方前两手拿的是拉比克和夜魔吧 我没记错的话 然后看到对方拿出夜魔以后 自己果断第二手掏了一个狼人出来 大家说怎么去评价了去年这个TI亚军 有实力啊 他们这个队伍真的很厉害 达卡特这一波被对方直接追死 这也没办法 不过一个冰女死也就死了 问题不大 因为已经成功的破掉了对方两路 Secret这支队伍 我一直不看好他们 就是因为这支队伍 他们一直 这个 MP的这个短板 一直解决不了 所以过来扔一手 扔一手 看看对方就去摸BKB 马上又没了 冰女这里威光披风 来一下 揪下来以后 这再扔一下 就是不断的扔你 丽娜TG 二连打出来 狼人变狼 追咱们片 那张比赛结束了 应该已经 光法想能买活 但其实光法现在买活没有意义 买活也就意味着你的A杖肯定是没了 然后呢 A杖没了的话 也就不存在你拿着这个A杖去守高的这么一个说法 那A杖守不了高地 这波买活没有意义 没有能够去继续留住对方的人 这里T再给上一顿平A一个D 再加两个平A 这里选择是吹风吹起来自救一下 但是没有成功 K组这波被带走以后呢 现在双方人头数来到了一个25比12 ODD这支队伍 他没有明显的短板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就像EG这支队伍 为什么他们一直这么强 就是因为EG这支队伍没有明显的短板 有一些队伍 他们的成绩不稳定 永远你看一定是因为这支队伍里边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短板在 那么将比赛打到38分钟 那命运打出了GG 那恭喜ODD进入到总决赛 那么今最终的这个总决赛 对战的双方就是由ODD去对战Secret的比赛 这个比赛好像在昨天也打过了 ODD好像打Liquid是胜轴组决赛是这两支队伍 可是ODD今年TI来都没来 他们来都没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换了一个人 他们把木换成了这个 把木换成了这个木恩 多了一个N 所以导致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被制邀的资格 然后他们自己打台犬又是翻车了 所以这个没办法 这样的话下一场比赛的时间呢 这个咱们直播间录像的观众也别着急啊 咱们看一会广告 然后我去看给大家去汇报一下下一场比赛的时间 据官方的预告是还有一个小时34分钟 也就是4点10分左右 我估计啊 这个总决赛之前怎么也得让观众休息个一个小时左右 因为这两场比赛也是刚打完 所以估计一个小时左右还是要有的 那我们等这个比赛开始 等比赛开始 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录到这里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稍日休息 然后一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这一件梦魂联赛第七赛季的总决赛 有ODD对战Liquid的比赛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总决赛见